林大輝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 亦是香港體育學院主席 他身兼多學公職 積極推動香港的工業、創新科技和教育發展 他創辦林大輝中學 著重啟迪學生體育運動的潛能 他怎樣看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有什麼看法呢? 今天請到商界、政界、教育界、體育界 以及傳播界都為香港付出很多貢獻良多 特地來到我們幸存感言的嘉賓 林大輝先生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大輝 我先問你 好 你扮演了林大輝中學 你扮演的理念和一般中學有點不同 你除了學科之外 你又著重體育 又著重設計 好了 這個理念的辦學十幾年下來 你自己有沒有檢討一下成效是怎樣呢?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間我們學校已經踏入第十六年頭 我們第一年的學年是2004年 我們當時辦學的目標或者初心 是有別於一些傳統的文化中學 因為我身長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看到香港的國際大都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是應該需要有不同領域的人才 比如創意科技的人才 體育運動的人才 設計的人才 當時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打算扮演一間中學 如果叫我們扮演一間傳統的文化中學 香港有五百多間中學 可以說多一間不多 少一間不少 而如果你扮演一間傳統文化中學 一個初生的寶寶 其實你很容易被人淘汰 你一定要扮演一些有特色 而這個特色得來是社會需要的 當時我們想 怎樣才有特色呢? 當然要扮演一切想要的很多 最重要的是自己有能力做 或者應該去做 當時我還未退休 正在做時裝服裝行業 我是否要扮演一間學校 對時裝設計 可以培養這方面領域的學生 有創意 當時二十年前 我們申請的時候 發覺整個社會 應該邁向高科技 創意科技方面的發展 希望我們的學科 可以涵蓋這方面 同時當時我在體育界 也是一段日子 我的朋友說 不如你扮演一間學校 香港很多時候 很忽視體育運動的人才 他屬於一個兩難局面 既要一天要讀好書 如果讀好書 你可能又要放棄你的體育運動 因為很難兼顧 乳以紅掌難以兼顧 那我們是不是扮演一間學校 又可以收一些 對體育運動有潛質 或者特別興趣的學生 讓他不要浪費專長 或者浪費潛能 所以當時我們打算 擺設一間中學 而這間中學 除了傳統學科技有之外 即中英素 物理 化學 風物有之外 他要擺設一些特別科目 去照顧一些社會上 不適合在傳統文化中 讀書的學生 而他的才能 或者潛能 需要一些學校 有一個特別的課程 或者特別的教學環境 去配合去發展 所以我們有幾個特色科目 這十六年來走下來 我們覺得我們要定的目標沒錯 我們的初心亦都不變 因為事實證明到 社會上真是很需要這些人才 你看過去這十年八年 你看看香港的體育發展 其實發展得很好 以往的體育運動員 在國際的體壇 其實沒有什麼成績 但這十幾年很飆青 無論在亞運 奧運 世錦 不同的世界上 不同的比賽 都得到很好的成績 但他們很多時候 不需要放棄學業 因為其實你做運動 如果你得到好成績固然好 但如果你對學識沒有 其實現代一流的運動 其實要具備基本的學識才行 否則對戰術的分析 讀書不只懂得ABC 那麼簡單 分析能力 判斷能力 溝通能力 很多方面 這些應用在你的專業方面 我們這十幾年 經過大家的努力 也培養不少人才 譬如體育界來說 我們培養很多出色的運動員 都是來自我們 譬如崔浩賢 黃振廷 除了裸牌 除了裸牌之外 他本身可以完成學業 基本上中學畢業是有的 而且很多人在畢業之後 完成運動員之後 他就會讀大學 例如關寧慧 他們完成體育之後 他就可以退下來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中學畢業 他有條件去考大學 因為他有考DSE 如果你沒有考DSE 退了優來率轉 也轉不到 所以我們繼續往這條路走下去 林先生 我們會看到 除了在香港辦學 其實你和內地的關係 都合作得很緊密 我發覺你也有支持 他們內地的一個教育工程 你自己去看兩地 究竟無論他們在教育制度上 有些甚麼不同的優勢 甚至乎他們有些甚麼差異之處 看怎樣比較 教育其實很長很闊 由幼稚園到中小學 以及大學 專上學院 你看到自從國家改革開放之後 經濟當然是騰飛 他的政治制度也有所改變 但整個教育制度 其實也改變得很厲害 國家是很明白 他們要發展 要長遠發展 健康發展 強大發展 就必須要做好教育 做好教育 因為教育就是培養人才 如果一個國家或社會 培養到人才 他的國家不可能競爭 社會不可能競爭 當然微觀一點 企業也不可能競爭 所以大家都投放很多資源 去培養人才 特別是國家改革開放之後 十幾億人 十四億人口 更加明白 每個領域在過去不夠人才 所以現在拼命 拼命去投放很多資源 去培養人才 很重視教育 我們最早期 八十年代 當時國家還是 剛剛改革開放 比較窮 我就去辦廠 去做生意 希望回饋國家 於是便幫他建一些 叫做貧窮學校 小學 其實時至今天 是不太需要的 當時我們去青海 去河南 去湖北 幫他建學校 我們捐一間學校 幾十萬 就可以起到一間小學 出來 在那些鄉村 因為很窮鄉必要 沒有校舍 沒有私資 我們就捐一些書籍 或者是資助一些老師 但時至今天 國家撥出的資金 這樣是不需要的 因為脫貧脫資很快 這些鄉郊的地方 其實是涵蓋了 反而現在國家很鼓勵 就是高端的人才 高端人才 做好大學的教育制度 他們中學 你看到內地 我們經常說 內地的英語水平不夠香港 其實這是很片面的看法 內地很多優質的中學 他們的英語水平非常高 他們也在創業科技 在IT各方面 其實某程度上 是跑人到香港 他們都很希望培養多些 有國際士氣的人才 所以整個國家 內地的教育制度 是花天福地地抬變了 大輝 剛才我們說了 你中學 你也說了在內地小學 我知道你大學 你也貢獻很多 你也是理大主席 我還是理大主席 不如我們到大 看看當時的情況 其實當時你的心情是怎樣 你看到一年前那個 我相信你就是去年 在犯修女事件 造成出現了一個 理大所謂被圍城的情況 當時我作為一個理大的 校等會主役 也是理大的畢業生校友 從感情上當然是痛心 因為看到一間學校 一個高等的學府 而自己也擺了這麼多時間 在這裏度過的 受到破壞 包括火燒 或者不如佔據了 你看到這個場面 我相信任何人都覺得很痛心 也很難用一句說話 怎樣形容當時的心情 現在平靜下來 當然覺得是一個悲劇 上海的悲劇 最後的結局就是 沒有人傷亡 只有不幸中的大幸 最後大家找到一個方法去解決 但對校內的破壞 或者對學校當時停頓 各方面的影響很深入 現在重建中 現在我們逐步逐步去復收 因為復收過程中 除了需要資金復收之外 又碰巧疫情期間 很多工作也不能夠全速去做 不過這些維修工作 終有一天會完成 大家也不太擔心 相信有很多事情 都要逐步逐步去做 我想這件事也會完成 傷痕或破鏡 都需要時間收復 其實說回剛才的問題 我們都會看到 社會目前還有一些 社會撕裂的問題 即是又分藍又分黃 說真的 社會還存在一些分歧 我自己或我們都感覺到 很厲害 你很厲害 你黃又可以談 藍又可以談 你為何可以做到這樣 你可以教我們怎樣 我自己內心沒有分黃藍 所以黃藍就可以談 如果刻意把這件事很極端化分 你是黃 你是藍 其實藍和黃根本沒有標準 何為藍何為黃 對嗎 你剛才也介紹我 我自己也從事不同的領域 又做過工商界 又做過政界 有體育界交 又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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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廚補界你都做過 全都做過 全都做過 我認識朋友 或是比較闊 網絡更多 所以看事情 可能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看 還有有時候 我覺得做事或思考 都要逆地如此 在這樣做的時候 大家會包容一些 或者大家會遷就一些 其實這樣很重要 一定要跟對方那邊想一想 必須的 你解決一個問題 就算一個問題出來了 你想怎樣解決 首先從自己的角度想怎樣解決 也要考慮一下 別人又想怎樣解決 大家可否找到一個共同解決方案 我想需要逆地如處 很有啟發性 因為很少 社會上可以說 男的有所謂 黃的有所謂 應該很難 首先你心中先不要分藍黃 因為藍黃是不停的 左擺右擺 最重要是自己先 不要分這部份 最重要的是 跟對方那邊想多些 我覺得也很重要 說回年青人 現在很多人都說 年青人都很多迷惘 甚至年青人 我們都會看到有很多不滿的情緒 究竟現在有甚麼事 我們真的可以去做 有沒有辦法令年青人舒緩 還是我們現在甚麼都做不到 我想你所說是香港這一代的年青人 是的 我想我又不是很認真知道 這一代年青人的想法 不能這麼說 但我相信 每一代年青人都面對不同的問題 可能我們年代的年青人 可能我們的問題比較區域性 或者香港性 現在年青人的問題 可能是國際化一點 或者大一點 圈子不大 比如以前我住元朗 我來來考慮的問題 可能是元朗一代的事情 那時通訊又沒有那麼發達 交通又沒有那麼發達 我生活圈子又沒有那麼大 可能我想來想去的問題 即使我做事 也想來想在新界做事 讀書 其實因為隨著交通問題 資訊發達的情況問題 以至各方面的問題 可能我想的事情 比較區域性 regional 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 哇 你就在香港 世界每一個國 就算非洲 歐洲 美國 即是一兩秒之間 你可以收到很多訊息 四方法面來 現在的年輕人 是比較容易 好聽一點 是容易接受多些訊息 不好聽也容易受多些訊息 影響你 跟我們當時比較單純一點 簡單一點 我們當時聽過批評 多數是來自父母和教師 就是老師 現在年輕人所接受的意見 蓬佩又多 網絡的世界多 所以他們的分析能力 或者判斷能力 應該要比我們強才行 我們當時不需要 這麼強的分析能力 判斷能力 現在的人 現在年輕人 判斷能力要強 他的分析力要強 他有好好的思考能力 如果具備這幾件事 他一定要有 多元化的知識 多方面的才能 當你越聰明 我們經常說 越聰明 越多知識 越多煩惱 你越少 懂得越少 可能反而沒那麼多煩惱 簡單就是生活 簡單就是善福 就因為他們的社會複雜 而他們身處於一個 比較複雜的社會 他們自然有很多複雜的事情 去思考 你平時都接觸很多年輕人 你會怎樣著重跟他們溝通 你會啟發他們 我這樣說 我經常有句話說過 你這個社會 你不是躲在深山修行 你在這個群體社會 你一定會接觸別人 一定要接觸別人 你走都走不開 你不接觸別人 都可能接觸你 你怎樣去適應這個群體的生活 怎樣跟人相處 怎樣跟人溝通 如果你不學懂 怎樣在這個群體生活 群體跟人溝通 跟人一起過生活 你是不單不開心 你真的適應不到 你輕著別人排擠你 或者你自己離開離群獨處 這個群體社會 當你離群 你就不能生存 亦不能生長 亦不能發展 正如剛才我說 社會越來越複雜 問題越來越多 你遇到困難 比以前更加難解決 你要堅毅 你一定要很有鬥志 很有毅力 當然這個我講 講是容易 但起碼你往這個方向去 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有無比的鬥志 無比的堅毅之心 才可以克服它 就算你開心 你也要有毅力去接受它 你不要以為 所以我覺得堅毅樂群 是現在年輕人 是重要的一環 不如我們講講體育 好 你就是體院主席 你剛才也提過 我們香港也有一些年輕運動員 出外比賽也有些成績 其實 因為你在體院裡面 你面對的是精英的運動員 所以你知道我們厲害的運動員的水平 可以去到哪裏 但如果我們宏觀一點 整個香港 譬如說我們基層的運動方面的培訓 或者市民的參與度 你怎樣評價呢 因為我做了體育主席也好 或者我過去 其實我由三十多歲 都參與香港很多體育運動的工作 也都做了不少會的領導角色 我對香港體育發展也有些看法 我自己這樣說 這一屆政府 而上一屆政府 其實都投放在香港發展體育運動方面 是比回歸之前多了很多 是投放了很多資源 無論在一個精英化的運動發展也好 以至普及化的運動發展也好 都比過往港英年代的投資 投入的資源多了很多 也都引起更多人很重視 這個體育運動員 你看現在我們的運動員 體育地位是高了的 以前這個運動員 當他是波牛 或者當他是老粗的 現在我們體育運動員 其實很多時候做大使的角色 當然第一就是因為他爭氣 在國際體壇上 拿到好的成績 為他自己爭光之後 也都為香港爭光 相對來說 他的地位也都提高了 成為很多人的榜樣或者偶像 但同時因為香港政府 也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普及體育方面推廣 所以香港的體育設施運動 設施 例如球場 泳池 當然依然很多人批評不夠 但其實比港英年代多了很多 而且質素高了很多 其實我想說一說 一個社會要隨便發展下去 除了工商經濟要好之外 人的生活質素一定要好 賺多少錢 而生活質素沒有都沒有 但體育運動其實可以幫助 令到生活質素會很好 簡單來說 體育運動令到身體健康 你賺到錢 而沒有身體健康 你都不會開心 對嗎 很簡單 強身健體必須 所以政府搞這麼多運動設施 希望你多些做運動 你會長身健體 但在運動過程中 你很享受那種樂趣 我舉個例子 跑馬拉松 如果有人跑過之後 很辛苦 在那裡捱 那你享受捱 為什麼你這麼笨 捱這些響 就是因為捱的時候 那種運動 跑到斷影的時候 那種樂趣 這就是享受那種運動 如果你生活有享受 有身體健康 這個人生 不是只抱著錢 就可以比美 所以我覺得 運動這個元素 是非常之好的 剛才我們說 譬如比賽 有目標 那你做人也要有目標才好 你往往有目標 我足球的我想射網 我想贏對手的目標 那我輸了 所以我拼命去練 追上我這種力真上游 堅毅不拔的精神 其實除了運動之外 如果你適應了 你放出你的做事 讀書 那你就可以堅毅不拔 力真上游 那對你這個社會 如果各個人才 各個人 市民大部份 有這個心態 一起為自己事業好 為自己學業好 以整個社會 為國家 社會發展好 都會提升了 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都會強大起來 所以運動這個元素 非常之好 所以我記得 可能你也記得 你認識一下 霍英東先生 當時有一次 我跟他吃飯去講 他說 弱國就沒有體育 只有強國才有體育 所以一定要 強的國家 要做好體育 這就是引證大家的關聯 然後體育運動的發展 強與弱 是與國家的強與弱 然後有一個關係 所以體育做運動很重要 汪龍也做多些運動 有目標 意識力也好 而且身體也健康 如果一身一體 就要達標 因為鋼琴水平很高 唱歌也好 都要加強做運動 唱歌也要運氣 沒錯 唱歌也要運氣 很重要健康 體育是一種 很重要 打氣功 非常重要 所以也要加強 說起運動員 林先生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他們用很多時間 要去練習 有時學業 可能未必兼顧到 當然如果學業比較好的 他可能會有機會 放棄運動的生涯 其實如果是年輕人和家長 這是否必然他們的選擇 其實我們一直這個問題 如何選擇體育運動和學業發展 在過往來說 往往是一個羽紅掌的選擇 不可兼得 但其實是可以兼得的 只是你的時間管理得好 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課程可以的 其實好像舉例 我們林大輝中學 我們和體育學院 有個夥伴合作計劃 就是呢 譬如我們現在有體育學院 有接近60個 今年絕近60個精英運動員 在我們林大輝中學讀書 這個合作計劃就是 他早上就在我們學校讀書 午餐之後 我們找車送回體育園訓練 他晚上也在體育園訓練 安排很好 另外當他出去比賽 或者他出去集訓的時候 我們可以通過網上和他上課 他回到香港回來 我們和他補習 這個靈活的課程設計 上課時間的安排 這些是非一般傳統文化中學可以做到的 因為這個是攝掘大量的資源 或者是心機去設計這個課程 如果因為我們設計了這個課程 設計了這個安排 這些運動員就可以予以紅獎了 他不需要考慮放棄哪一件事 市民如果要一個運動員 如果本身有潛能的年輕運動員 所有運動員其實都是年輕人 都應該求學 理論上一個知識營業社會 應該要讀書 但時間有限 安排也有限 如果他沒有這個課程設計 沒有這個安排 他最深於在運動發展 他只放棄讀書 他其實是知識營業社會 是遺憾 同樣 你讀書 你賦碼你讀書 你運動那些 都不知道你沒有成績 不要試 不要冒險 他本身是潛能 浪費了天才 浪費了潛能的人 這個年輕人都是一身遺憾 因為他可能 將來在運動界闖高峰 所以我們跟體院合作 其實已經有五年的計劃 培養了很多學生出來 兩邊都可以兼顧 這個計劃 以往港英年代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當時的教育制度 各方面都不容許你 有這樣的突破性 當然我們這個設計課程 是要得到教育局去支持 民政局去支持 因為看到大家的需要 但你講香港近年有幾個項目 似乎都已經有提升 但有一個項目 倒退 誰呢 足球 你又搞過球 你自己現在還在踢球 那究竟問題在哪裡 先講回體育學院 體育學院有33個精英運動項目 足球不是的 因為我們要成為一個精英項目 首先在國際比賽上 有成績 有成績 然後通過一個計算的方程式 你才可以進去 我們體育學院成為一個精英項目 足球以往 在港英年代曾經選過精英項目 但現在不是我們體育學院的精英項目 所以 它不算是我管理下的項目 但足球始終是世界 不單是香港 世界最受歡迎的群體運動項目之一 就是每年的世界盃 或者奧運的足球 都是引起全世界人的轟動 和很多人的息息相關 你去巴西英國 真的和日常生活相關 香港的足球 其實球迷還在 我在麥花省 踢60歲組的東南海決賽 我有分踢 我們贏了一個冠軍 我踢60歲組 老人組 其實整個球場 滿了 當然大會 也根據社交距離 安排 如何分隔 但是 連場邊都站著 證明很多球迷存在 你別以為球迷只是 你們所說的 那些退休的伯伯叔叔 不是 很多年輕人 香港球迷存在 其實 只要你有高質素 或者有吸引力 但為何搞不起 有沒有機會復甦 或者贊助 各方面 這是過往二十年 大家探討這些問題 究竟為何香港的超級聯賽 或者夾中聯賽 搞不起 究竟是 竹種的制度上有問題 只是竹種的領導人有問題 只是政府的支援不夠 只是球員的水平不達標 只是社會的贊助商 財力放在其他地方 我可以告訴你 全部都是一籃子的問題 全部都是有一個人數 球場不夠 是事實 我說這些超級職業的球場 不是一般我們玩的 石地球場 或者放鬆 竹種的制度 很多人已經批評 體無原夫 就算政府下了一個鳳凰計劃 五年計劃 依然沒有什麼改變 陳康依然做法一樣 人們很批評 如果制度不改 那又如何可以良好運作 良好管治 這個人就花了 花了 很多人都批評 領導不能帶領足球 足球運發展 更創高峰 或者重新再來 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 現在的球員和以前的球員 胡國鴻 張珠一代 則不能同一理教 也有很多人批評 有很多人批評 因為整個香港充滿著低質外援球員 不同 以前的高質外援球員 來到香港 蘇格蘭 打過世界盃 打過超級甲組 球員的力量 很多一籃子 其實已經把問題都批評 都說出來 但最可惜事與願違 到現在都沒有有何去解決 要看怎樣去做 這個部分 因為我不是屬於這個領域負責任 我沒有這個能力去解決 所以你還是要再出多點力 出聲 對 出聲 出多點力 來到這裏 我知道你都是日日 或者經常和年青人接觸 有些甚麼你都想和年青人做一個分享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金句 都想和他們分享 正如我講 現時香港多元化 國際的大都會 特別是全世界都沒有 一國兩制制度下的社會 每個年青人既是幸福 亦是困難 都是一句說話 你要有正向的思維 你面對困難時 要勇敢去面對它 好 多謝今天大輝來和我們分享 多謝 多謝教授 真是很有感言 多謝你 有今天和我們聊過 好 多謝 拜拜 拜拜 作為大校長 就是要守護一些核心價值 例如學術自由 學校的自主 我們的誠信 自由 人權 平等 公義 我覺得校長要守護得很緊 我們都覺得教育 不只是為了找一份工作 也不只是想將來 權力 職位 那些所謂成功的指標 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 找到自己的價值